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应该是最还原的迪诺了 面部确实是UT有认真在下功夫 眼球部分是做了金属蓝色的涂装 包括额头外侧的这种金属色的分色 身前的调整都控制的比较适中 根部的一个关节有一定的活动性 这个也是一个变形需要 在之前的样品阶段 大家说这个领子这个地方是过于突兀的 而我这一次收到的样板键 在这个位置的红色部分是单独做了一个涂装 让整个领子这一片的一个造型件有所延伸 包括内部这种外侧银色 内侧枪体色的一个涂装分色 做的是很细致的 再来看一下整个的肚子的轮廓部分 它这个地方处理的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内型 把整个的车型包裹到里面 内部的造型 它也是用实大实的车灯来进行一个包裹 整体的这种一体性和完整性 处理的是非常得当的 手臂的根部关节呢 因为它是一个蝴蝶关节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可以摆出一个各种非常大弧度的一个造型 迪诺标准的这种暴胸的一个造型 根部的一个活动关节呢 比较紧实 上抬可以抬到这么大的一个部分 整体的一个平转呢 有一定的活动关节展示 大臂的部分支持平转 曲肘的关节呢 两段性的活动关节 可以做到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角度 手腕的一个部分支持平转 外侧呢也是有这种直虎的细节 是四指联动 然后拇指部分呢是有两段的活动关节 肩部的这个造型件呢 并没有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锁定 然后背后的这个翅膀部分呢 由于采用了多段式的一个活动性 所以呢翅膀本身呢 还是有这种上下的一个平转 也可以通过旋转关节 把整个的翅膀呢收到背后 整体的后背的一个细节涂装呢 也做的非常惊喜 这个地方的一个保险杠细节 还有车灯的细节 都是完全用真车的一个造型 来进行一个刻画 所以说UT的这个设计师 真的是太厉害了 腰部呢是支持腰转的 大家可以从正面来看 没有一个下腰的关节 但是整个设计啊 在这个地方来说 我觉得活动性是蛮够用的 根部的一个关节呢 前踢虽然没有齿轮关节 但是整体的一个阻尼感呢 做的很强 甚至呢你可以调整一些角度 摆出一个非常夸张的造型 后踢呢也可以摆出一个 非常夸张的造型 再看一下侧腿部的一个关节啊 多少是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问题不大啊 这个地方的一个处理 已经做的很棒 腿部侧面呢 这个地方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整体的这种层次感 和枪铁色的处理呢 做的是非常OK的 那腿部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透明件的维度卡扣啊 我刚才没有给它锁上 腿部外侧呢也是有这种 这个也是迪诺的一个标志吧 膝关节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膝关节 我们可以把它抬到一个 非常大的活动 后腿的这个小的造型件呢 也有刻画出来 可以做一个30的一个平转 向里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角度 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人形方面来说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很高的分数 虽然是没用到真凶的设计啊 但是能把这种层次上面的 这个东西啊做出来 然后整体的一个效果呢 刻画的是非常OK的啊 这个就是要给予好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这款产品的一个变形 头部这个地方通过双动关节往前 后领子的这个部分是两侧的一个小造型件 把这两侧红色的部分往前提 首先这个关节的位置把它打平 OK 然后这一侧顺着这个蝴蝶关节 我们就往前上就可以啊 我们就把它打平直虎的位置呢 冲前 OK 手掌内外侧的这几个卡扣的部分 我们把它密合上 把这个地方适当避让 我们先从内部这个部分开始解锁 这个地方卡扣是有一个锁定卡扣的 我们把它解锁开 解锁开调整一下 我们翻到背部来看看这两个地方究竟是什么 看到了吗 这就是车头本身 这一次设计呢 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太神奇了 然后呢 把两个翅膀的部分往外做一个延展 避让出相应的一个位置点 把整个的这一片给它拉开 车头就出来了 车身整个位置点 这一片翻折开 看到了吗 然后这一片的一个造型 把红色的关节和两侧的双动关节往下压 消失的车头就出来了 两侧的车头往前抵呀 手部呢 这个地方适当的做一个调整 避让出空间位置点 小翅膀的关节正常的摆动 这个地方提起来往上扣 衣领这个一片我们把它翻过来 它弥补的是车头 这个车顶棚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腿部的一个变形 首先呢 前腿的一个造型件呢 适当的做一个调整 膝关节呢 如果掰不开的情况下 膝关节适当做出一个避让 腿部 首先这一片的一个位置 一会儿呢 有一定的作用 把它翻平 然后前面这个折叠关节 给它往里收 腿部侧面这一片 往外打 隐藏的轮胎呢 往下打之后 进行一个翻折 可以看到 根部这个位置呢 都是核心关节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一个安全性呢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再往上进行一个贴合 把腿部呢 整个位置呢 给它打平 打平之后 这一片的一个造型件 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腿部内侧有一个卡扣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锁定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锁定位点 好 OK 脚掌的部分 首先往里这个地方 有一个滑动卡扣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细小的位置啊 把这个地方的一个滑动卡扣锁定住 然后腿部做一个旋转 旋转之后 整个脚掌部分呢 从侧面来看 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脚尖的部分 往里进行一个收纳 这一侧呢 进行一个贴合 尾巴这个造型件的位置 把它翻开 然后两侧这个地方打开 这位置设计也是很有意思 腿部呢 进行一个翻折 内扣一下 它整个刚才就是想收纳 胸口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这两侧呢 给它翻开 那个地方 折一下 把整个的车 后屁股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包裹 腿部呢 这时候再进行一个锁定 第一个锁定位点呢 是在透明件这个部分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腿部呢 适当的往上提的时候 这个腿部的造型件 和透明件的部分呢 有一个锁定位点 OK 然后第二个锁定位点呢 是 这个部分 脚尖的部分 对应 根部的这个锁定位点 没完事呢 第三个锁定位点 是肩甲的这个部分 要进行一个锁定 这几处锁定之后 这一片呢 就完全OK了 我们把整个的车门 这个地方 内侧 这个位置啊 是有一个锁定卡扣的 我们把它压住 OK 那调整之后呢 整款UT的车型呢 就变形完成了 这个地方 我特意是 没给大家做这个 密合 是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 开车门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整体 开车门之后啊 会破坏 整个产品的一个一体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简单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 我们平时呢 卡扣的这个部分 还是要锁进车门里面 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锁定的 整体密合上去之后呢 车型呢 就算是完整了 那大家觉得 整款产品的一个变形 怎么样呢 我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 那这一次UT 非常巧妙的 做了一个解法设计 几乎是车的 每一个倒角 每个地方呢 在人形方面呢 都有用得上 那车型方面呢 最大的问题啊 可能是有一点点破碎啊 但是整体的 这个红色的一个处理啊 还是非常耐看的 红色本身呢 是做了这种 UV的一个光油设计啊 然后车灯部分呢 是镶嵌了这个透明件 轮毂部分呢 是这个橡胶轮胎 整个的一个推动性呢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多少呢 底盘会有一点点的摩地 车型方面呢 从头到尾呢 是达到了15厘米吧 其实作为一个MP级别的小车方面来说呢 确实是很好玩 我相信呢 大家也是对这款产品的 有着很大的一个期待 那整个产品呢 在把玩之后呢 我觉得大开大壳的一个变形 和设计思路呢 确实都是很棒的一个设计啊 不得不佩服UT设计师的一个脑洞 整体的一个把玩性 和整个的做工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非常推荐的一款 希望大货呢 再优化一下 整个的产品的一个QC 比方说这个车灯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透明件这些部分呢 做适当的一些检查 那我相信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提升呢 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今天视频呢 我们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我们再见了 拜拜